独军红台长免费为众生现场指点迷津 一场指点命运与人生的讲座 可能因此改变您的一生 期待您的有缘参加 有这样一个人 他身为澳大利亚著名华人电台的台长 悉尼著名的乔领 128个华侨社团的会长及主席 放下名利弘扬佛法 无常救度众生 十几年如一日 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年轻有为热情朝气 是各行各业的精英 却放下自己回馈社会 这就是卢军红台长和他的红法团队 图堂大师卢军红台长 是澳大利亚悉尼叱咤风云的人物 在华人听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他自有研究玄学 后蒙得诸多佛家名师指点 现拥有菩萨的大神通 他能根据人们所提供的出生年份 生肖及性别 用天眼看到人们在不同位置的图腾 根据所看到图腾的位置 形状颜色等等 之前是今生及未来的一切 卢台长看图腾不仅准确 灵验神奇 而且能让人们从中知道 因果报应如以随行 让人们明白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之道理 进而引导人们信佛念经 修心修行 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世界充满观世音菩萨 慈悲的爱 迄今为止 卢君洪台长 率领他的近百人弘法团队 已经在澳洲各地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丹麦 中国 香港 马来西亚等地 举行了二十余场大型演讲 弘扬正信佛法 推广中华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研究图腾世界 培养儒学精神 让众生通过念经学佛 来改善自己的命运 更好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与人为善 更好地服务于 国家和社会发展 现在全世界 有数以百万计的人 受益于此 通过学佛念经 改变了命运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个团体中来 有国家高级干部 高级知识分子 工程师 企业家 又有硕士博士 教师 在校学生 和老人儿童 在这当中 有人重获新生 有人助人为乐 有人慷慨解囊 有人无私奉献 人人有本故事 各个开朗自信 成家的幸福和睦 单身的快乐精进 不生育的求得贵子 绝症的转危为安 老人精神爽朗 孩子聪明好学 父女皮肤滋润 小伙孝顺明理 而在没有加入这个群体之前 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一个人 加入这个群体以后 他们不约而同的感慨 真实不虚 他们精神饱满地 驾驭各自的工作岗位 及学业 他们影响和帮助着家庭成员 和周围的驻足者 理智救苦救难 先人后己 直舍不取 他们深受社会大众的尊敬 及爱戴 他们提醒人们 为了自己的生命 不糟蹋其他生命 许多旁观者们开始醒悟 为了心脏血管的健康 为了小动物们的性命 决定平时减昏多素 发愿初一和十五这两天吃全素 好似一场庄严的集会 又好似人生的一次变革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为止 全球已有九百万人参与其中 而高智商高学历的比例 逐渐扩大 好 那么 今天呢 很高兴啊 我们到了马来西亚 一点都没有陌生的感觉 因为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靠的是一个源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 有缘千里来相会 因为我们不是人间的情缘 我们拥有的是菩萨的佛缘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啊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他是加拿大 一架飞机二百八十人 全部遇难 他就是买的这架飞机的机票 他是修台长法门 他念经很精进 结果他那天就上不了飞机 这也是菩萨救度众生的一个突出的表现 看看美国五角大楼走出来的这么多人 站在广场上 大家想想看 无助 他们不知道是天灾还是人火 当地震来的时候 他们在广场上 他们惊慌失措 大家想想看 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我们靠得了谁 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谁能帮助我们 政府 谁都帮不了你们 只有观星菩萨能救我们 所以要明白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命运并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上 这句话 我是对不学佛的人来讲的 而真正学佛的人 台长就要告诉大家 命运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我们要随远 我们该是我们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 不该是我们的东西 就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找的 应该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那是什么 就是我们良心和本性 正如一位北京大学教授 在大讲堂上高调阐述的一句 总会有一天 这个心灵法门论证的科学依据 会让全人类都口念心服 而这群人的导师就是 悉尼著名的乔领 卢君洪先生 如今的卢君洪台长已经淡泊名利 用其所拥有的大神通 无常救人十余年 他所创建的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在短短二三年间就已风靡全球 他的新浪博客更是在两年多的时间内 点击率就突破一千万 无数的人通过跟随卢台长学佛念经 而改变了命运 获得了新生 卢君洪台长因此也被尊称为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台长也是个大乃乃 但是台长看见众生苦的时候 台长眼泪往股子里 我告诉你 有慈悲心的人就有救 有慈悲心的人 他就有佛性 感谢观世音菩萨